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我聽聲音 又有位H先生和他老婆去台灣渡蜜月 入住一間鄉鎮的小酒店 樓高只有三層 他們入住房間306號房 晚上八點多 H太太坐在床上玩電話 H就剛剛衝完糧出來 突然門響起叮噹 H在防盜眼看 外面什麼人都沒有 開門 兩邊都沒有拍 心想 誰在玩東西啊 過了一陣 還是小心點 直接打到大堂找人上來看看 大堂經理答應 轉頭找人來處理 電話說完 剛剛放下 門中又響 H和老婆一起站在門口 防盜眼一看 又是沒事 他這次趴下看門階 發現有雙腳 黑色高跟鞋 雙腳很肥 他馬上叫老婆走開 數三聲 再打開門 外面一樣是沒有人 H很醜陣陣 跟他老婆說 剛才 明明有雙腳 在這裏 兩夫妻 臉都青了 但慢慢很輕力地關門 再不敢動 一直站在門口 成分鐘 一直等 都再沒有聲響 H再打電話去大堂 問為何還不叫人上來看 經理說 已經找了個同事 上306號房 還有個女人迎門 H聽到之後 整個人飆冷汗 立刻 兩夫妻用5分鐘的時間 打包所有東西 走樓梯直奔大堂 他找到之前去拍門的房墓 房墓說 那個女人只是打開了半道門 穿著黑色T 踩著高跟鞋 看起來樣子沒有特別 由始至終都沒有說話 不過他突然想起 房間是沒有著燈 但是有一些光 在後面閃閃閃閃 隱約見到有個小孩坐在地上 H先生和他老婆 整晚睡在大堂 第二天直接回到香港 除了酒店 有人在酒吧廁所 都有遇到過 P小姐有晚 和朋友去尖沙咀喝東西 突然之間覺得肚痛 去了有三格女廁 他個人比較小心 走進去的時候 先確定環境是否安全 頭兩格廁所都打開 沒有人在 他便直進了第三格 正當他享受著 空間帶來快感的時候 突然聽到隔離刺隔 又動靜 刺板好像被人拿起 又放下 再拿起 又放下 不停重複 每個動作相隔一秒 並且很有規律 他很肯定 他進來之後 還沒有聽到有人開鎖進來 所以心想 誰在這裏玩東西 誰又可以進來這裏玩 旁邊玩刺板的聲音仍然繼續 他的心跳得越來越快 他slow motion地探低頭 在下方的門隙去看看 兩個刺隔 一個人都沒有 半隻腳都看不到 之後他坐回起來 不敢再動 半分鐘 刺板的開合怪聲又再響起 而且規律一點都沒有變過 打開 合上 打開 突然 有個女人哭 那些哭聲由隔離刺隔傳出來 哭到還上氣不接下氣 不過 哭聲只是持續了半分鐘 突然 整個世界 又靜了 T小姐 本身已經嚇到想一起哭 但最後 都是自救要緊 他終於鼓起 整輩人最大的勇氣 慢慢打開門 慢慢走 閉上三分二的眼 什麼都看不到 當他經過第二格的時候 偷偷看了一眼 裡面的確 鬼影都沒有 他才放了半個心 再呼一口氣 繼續走 經過第一格 他又很小心 拎了四分一個頭 偷瞄一下裡面一眼 這次他糟了 有個穿著花裙的女鬼 整個臉都爛了 前胸還插著刀 坐在廁所 雙眼紅到蕃茄 當時直線看著P小姐 現在想起 還記得當時她的眼神 她自己說 她看著我 一點表情都沒有 又不生氣 又不笑 之後P小姐 爬著地離開廁所 在過程中 她一直不敢開眼 不敢呼吸 最後她出來才感覺到痛 原來背部 被人用指甲滑傷了 最後一件真鬼真事 有關一對夫婦 他們姓K 他新居入伙 開開心心 入住了三個月 一直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平安過蘋果 直到第四個月 他們才發覺有奇怪的事 原來一直有同屋主 而且還要是六個 K跟我說 那晚我老婆先入房睡 我在這裡看球 看到兩點多 但是個人一點都不覺得累 之後關燈 和電視才入房 當我打開門的時候 隱約看到床 對著的窗簾 動了一下 但是我很肯定 窗戶當時是關了 不是被風吹起 於是我走過去看 大約三尺的距離 我先看清楚 窗簾下面有幾雙腳 好像一排人 那樣站在窗簾後面 嘩 我當時嚇到真的叫了出來 跟著我老婆 都被我嚇醒了 馬上開床頭燈 問我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有賊 我指著窗簾說 後面有人 他起來很生氣地走過去看 鬼影都沒有 生氣得火都起 還起勢地罵我 發雞盲 罰了我整個月不准看球 的確 真的過了一段時間 相安無事 K先生 當那天真的自己提錯 沒有放這件事在心 但是過了沒多久 他又突然 在一個晚上 在一幅牆上 看到有幾個人的頭輪廓 有眼 有口 有鼻 他出了下眼 發現又沒有了 不過從此之後 整間屋子開始不對勁 燈 整天自己著 電視畫面 要不時跳 還有怪聲 在牆上傳出來 整天好像有人說話 還不斷吵架 直到有一天 他跟他老婆晚上回家 才發現 書房裡面 站了一個人 背對著他們 還跟他老婆說 你們回來了 之後在一個廳 同時出現了五隻鬼 全部都是血淋淋的 看著他們 不斷傻笑 今晚 K先生跟我說完這件事 喝了一口熱茶 轉身拿起腰包 就走了 那時候我才發現 原來 他也是沒有腳的 是 這次的一件事 馬上 小朋友 開人 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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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